不上镜的老公让我觉得很累 但是又提不起我决定离婚 因为婆婆不给带孩子 如果要请保姆 就要求我们把保姆和孩子 放在我爸妈的房子 因为他妈和保姆相处不来 白天两人上班后 保姆和孩子独处 婆婆和老公不害怕保姆虐待孩子 而是害怕婆婆不高兴和保姆处不来 婆婆前两天因为自己的不高兴 给他儿子说 孩子睡完午觉起来后 没有去给他问好 第二天孩子睡完午觉 他让孩子去给奶奶问好 孩子使活不去 接着就把孩子收拾一顿 老公都没反思过 孩子为什么使活不去问好 孩子在我父母那儿睡起来 就奔去找姥姥姥爷 我问他 什么时候家里出来了一条新规 孩子睡完午觉起来 要去给你妈请个安 老公说孩子没和奶奶问好 他也很生气 说孩子不懂礼貌 我觉得因为老公为了孝顺他妈妈 我们一家三口和他妈一起住 婆婆不想看孩子 那我们只能请保姆 不同意保姆 还不能放家里 为什么不同意呢 那也是我们的家吧 而是要求放在我爸妈的房子 因为我父母目前没有在本地 等我们两大人一起上班 孩子就和保姆独处 你是孩子的亲奶奶 就不害怕保姆虐待孩子吗 孩子是我父母带大的 我父母除了孩子做错事情 会严肃地教育孩子 其他时间都是给孩子笑脸 所以孩子和我爸妈没有距离感 是朋友 因为目前我父母有事没在本地 孩子只能让他妈妈带 就在这个家生活不到一个月 突然出来了个新规 睡起来要去请个安 况且之前都没教过的 莫名其妙一个规矩出来 婆婆开心了 就可以没有任何规矩 婆婆不开心了 任何都是规矩 离婚的理由不止这两条 因为结婚三年 孩子两岁 期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我和孩子在这个家 没有任何地位 家是个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的地方 一切都是婆婆说了算 这三年里 我感受到 老公是个十足的妈宝男 期间出了问题 我努力地和他探讨 解决方案 和他出息长谈 都是我在努力 我一个人在使劲 他永远的都是逃避 要么就是不解决 不然就是我做不到 那是我妈 我没办法 阿姐也不同意班出去住 什么都是百善孝为先 错了问题都是我的错 婆婆永远都没有问题 老公工作上也很差 她同事都给我投诉了很多次 让我说说她 不积极上进 在单位就是打游戏 可以在家也打呀 对待同事 对待领导的态度 都不是很好 领导对她非常生气 说之后淘汰的 第一个就是她 工作的事情 我也是旁敲 侧击地和她聊过 她也不是很看重工作 还好 我父母为了我 愿意为我带孩子 我经济独立 比她工资高两倍 我自己还完房贷 剩余的钱也够生活了 通过两件事 看清了一切 看清了她的家庭 准备过两个月 等我爸妈来了之后 我就和孩子搬走 我努力了 我尽力了 我不想把日子 过成现在这副样子 我对生活的标准 并不高 好好奋斗事业 好好孝顺父母 有自己的生活 好好带孩子 认知世界 这难吗 好 好 对 感谢观看